昨天你工作了几个小时 台湾的工作时数现在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因为工程过老死的意外频传 尤其其中是高科技超时工作 因此新北市劳工局昨天也发布了劳检报告 其中抽查了18家的厂商 就竟然有12家不合格 换句话说整个比率高达是6成6不合格 而且为官名单中 竟然看到了这个知名的大厂像是 电子龙头鸿海还有鸿达电 那么相关单位通通依法开罚了 6000到6万元不等 鸿达电说会改善 而鸿海对此则是没有回应 好了主播 高科技产业最近因为超时工作引发重视 新北市劳工局昨天也公布了劳动检查报告 不过这18家接受检查的厂商 总共有12家违规 而且违规的比例还高达了6成6 像是鸿海还有鸿达电 技嘉的电子大厂都在里面 而新北市劳工局长高宝华也表示说 这12家不合格的业者 8家有超时工作 5家则是没有给劳工立假休息的时间 而其他像是为依法发给加班费 而且还没有备制出勤记录等 这次被发现投诉超时工作的情形 可以处分6000元的罚款 鸿海昨天表示说不渝置评 但是会强调依法处理 而至于鸿达电 目前在桃园还有新店都是有据点 但针对这次被新北市劳工局开罚 鸿达电则表示说 将开始规划要着手改进 而新北市劳工局则说 这次除了开罚之外 未来还继续会派员做复检的动作 直到这些电子大厂有改善的情况为止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清新主播 好当然我们看到高科技的产业 当然要对自己的员工更加的保护 感谢您的观念